有请三位演员 恭喜 恭喜 感谢你们的表演 我们先听李承诺老师怎么讲 你们在里边演的挺过瘾的 但是你总应该让我们听得清词 我又没有字幕看 就听不清你们说什么 所以希望你们 今后在台词上多下下功夫 无论多小的声音处理 也应该让别人能听得清 好 谢谢老师 谢谢 我挺喜欢刚刚那段表演的 而且我也不觉得台词有问题 因为我没拿着剧本 其实我在这里我是听得清楚的 因为今天不是在选拔一帮话剧演员 最终我们还是以影视演员的标准来要求他 所以我觉得刚刚那个台词 其实对我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我能听懂 而且我也能感受到他们台词里面的情感 这个没什么问题 说回到表演本身 我觉得这种生活剧啊 处理不好就特别容易平淡 但是刚刚反倒让我很意外的 就是三个算小朋友吧 这真的都太小了他们的年纪 他们的表演反倒很真诚 就是很自然 小丁我特别惊讶的 因为十八岁原来也是一个男团偶像 虽然有一些稚嫩的地方 但是从他眼睛里面 包括他讲述的里面 我体会得到他这个角色 刚刚基本没有出戏 也没有任何让我觉得想要吐槽的地方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谢谢 谢谢郭静明导演 你们的戏有眼神 就之前看的 很多演员没有用眼睛来表达 那我想问 我其实不知道那个戏里面 女孩 董思怡你演的是姐姐还是妹妹啊 妹妹啊 妹妹啊 对 她还太小了 对 太小 对对 所以你就演的时候就有点硬了 我觉得 因为你可能要装着像年纪小 对 所以你们在现场里面 也不敢去把它改成姐姐 是吧 最白里面呢 有些比较尴尬了 反而相对下来 就他们两位就显得很自然 小欣我想问一下 你是长得很漂亮 漂亮 这是我们的感觉 我想问你 是不是天生你的嘴唇比较红是吧 对 我嘴唇很红 其实要把它 压一下 对 压一下 你的眉毛啊 眼睛这边有化妆吗是吧 对 化了一点点 因为家常妆嘛 其实要淡一点 像这种戏你不太需要的 你现在这个妆加发型等等 给人的直觉的观感是有点脂粉气 我知道年轻女孩现在流行 喜欢看这些 但你在戏剧上的时候 我觉得被那个妆影响了我的观赏 所以这方面你自己留意一下 对不对 长得漂亮也是一种最 王强你也 我觉得演得有深度 谢谢 谢谢 尔导权敏锐 这个妹妹呢 稍微那个做做了一点 对 然后 这就显得表演痕迹啊 有点太重了 因为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演戏 就是说 我又被你打动了 但你演技又 没让我感觉你特别是个演员 这两个男孩有这个潜质的 能很自然地跟观众能够接受它 让人相信它 谢谢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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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少了 所以我们说一刻见十年 一刻见百年 就在这一个瞬间 我们已经了解了一件事情 就是你们的关系非常非常好 你们两个哥哥 你们两个哥哥都是宠这妹妹的 再一个就是 特别打动我的 就是三人的这个对视 两个哥哥 不离不弃地站在门外 他知道这个妹妹会把门打开的 因为是兄妹 所以你们演得不使劲 非常松弛自然 把这事表达了 坐在底下的人 反而泪目了 所以我就觉得呢 确实是一个 没按套路演的片段 谢谢你们